你知道巴黎島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猴子公園 對 他很恐怖 真的好 那我們那時候就覺得好吧 是觀光景點就請地培帶著我們去 那帶著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那樣的猴子是不是都訓練遊速啊 像我老公就是一個雷蓬的太陽眼鏡 立刻被拔走 是鑽拿櫃的東西嗎 拔走 對 然後我們就跟地培說 我們的太陽眼鏡 他就說 Sorry 那就是猴子就是拿走了 叫也叫不回來 好了吧 那我想說 那接下來我們隨身的物品 大家要小心一點點 欸 猴子呢被我們吸引過來以後 他就開始往你身上爬 而且他不爬我 他爬我老公 往你身上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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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不知道耶 就是 可是最後我就跟地培講說 可不可以請你把就是猴子叫下來 那邊猴子很不受控耶 他們就是 就在你身上 然後你會發現他的手會 想要撈你的口袋 我就想說這猴子到底是不是你地培你養的 被訓練的啊 好奇怪 怎麼會拔雷蓬眼鏡 然後一副手就是往你口袋裡面伸 丟碰 丟碰 然後最後 最後沒有東西在口袋裡 等一下就撒一泡尿 在我樓下 其實